NBA为什么好看? 这个环节可以说是天衣无缝,但是,谁都有马师前提的时候,进入就让我们看看NBA犯过的那些低级错误吧。自活塞五虎之后,活塞队的成绩就基本没有好过,打进季后赛都成问题,现在德拉蒙德已经是活塞队当家球星之一辽,还拿到了今年的篮板王,的确是非常不错。 有一次比赛上,德拉蒙德·Dramund的球衣居然弄错了,上面印的是德拉姆德·Dramund这姐给装神换了一个人名,连球衣都能印错也是够了,而且装神还不是第一个,诺维茨基应该是NBA史上最伟大的外籍球员之一了,也是一人一成的代表人物之一,这样的伟大球星,居然也有被印错名字的时候。 后,有一场比赛上,诺维茨基·纳特斯基的球衣居然也成了Nixie,难道他改名成诺维基斯了?这难道就是诺天王受到的待遇吗? 虽然詹姆斯的职业生涯搭档过瓦莱乔、奥尼尔等中锋,但是瓦莱乔实力不算顶尖,奥尼尔也到了职业生涯后期。 总体来看詹姆斯的职业生涯,从来没有搭档过顶级中锋,但是詹姆斯合作过的一名中锋,在绝金时期居然砍过93分,这个,人就是莫兹哥夫,其实这是电视转播方面的一次失误。 那场比赛,莫兹哥夫15投0,重看下23分,29篮板,结果被达成了93分,这应该是他职业生涯最高光的时刻了。 中国球员本身去NBA打球就是难事,更别说拿个总冠军了。 迪小川当年跟随国家队从那家里约奥运会的时候,居然被李约方面介绍,成了四次NBA总冠军球员。 没想到迪小川隐藏得这么深啊,原来啊,是技术台方面搞错了,本身这个位置是要留给法国球员帕克的。 字母哥这几个赛季的表现,的确是非常惊艳,未来也是很有可能成为超巨的男人。 有趣的是,曾经有一场比赛,结束后NBA官方给发出了字母哥,数据显示,他得了120分。 不过很快NBA官方便把这条信息删掉了,字母哥也算是过了一把当张伯伦的瘾,如果有其他想法,欢迎到评论区补充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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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